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场的人方寸大乱不知所措 有人马上打911报警 8分钟过去 可以见到在场的人并没有为他做任何急救行动 直到11点10分救护人员到场 马上为他进行心肺服装術 并且送老人到医院 由事发到救护人员趕道 续续花了13分钟 如果在事发的时候 有人能够立即为老人进行心肺服装術 可能就可以救他一命 有见及此 助言起行 保护家人 陈医生教你心肺服装術 一分钟就学会了 根据上述个案 我们一起来听听陈医生有什么见解 我们当时的研究就发觉 如果你在纽约市 心脏停了的话 你打911 通常10字车 5至7分钟才会来到 那为什么要学心肺服装術呢 因为如果这个人的心脏停了4至6分钟 而你不跟急救 没有在大路上 你可能就会遇到老婆死亡 陈医生还说 美国曾经做的调查 有七成的人 是不懂得做心肺服装術的 每年有42万的人 在学校 街上或者工作的地方 出现心脏罩停 只有少于一成的人 是被人救得回的 所以学会心肺服装術 是非常重要的 有人问 如果帮人做了CPR 救不了人或者造成伤害 会不会被人救呢 陈医生就解答 纽约州有可萨玛利亚人法 Good Samarian Law 保护 只要有心救人 即使断了肋骨 或者导致出血 也不会有问题 至少可以增加传媒的机会 现在就由陈医生亲自示范 正确的CPR做法 没有发现 通常我们在这个颈 就看有没有脈搏 一边的颈 大家可以多看 没有脈搏 然后就看看呼吸 有没有塞住口 这两种都是 在汽浴那边清晶 还有这个没有脈搏 我们就开始做 心肺服装術 我们这个胸骨在这里 胸骨上一点 两个手 这样 通常我们就开始这样 这个就学习这首歌 英文声音的Live 你听说这个也这样 就是用一分钟一百下 三次一百下 就是这样 如果是它就会 大家可能不喜欢这首歌 那我们就试试无心睡眠 行不行 好 好 那通常呢 大家来了 这个是胸骨 胸骨之上 两个手扣住 就在这里这样按 一分钟一百下 对了 这个胸骨在这里 把手扣住 这样 那是吗 一分钟就可以学会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样 如果懂得做 就绝对可以救回音乐 真的这么简单 相信大家看完 陈医生的示范 都应该学会 如何做CPR 的了 万一遇到心脏病发的时候 你在哪里呢 如果你懂得CPR 就可以救回你身边的人一命 如果你身边的人懂得CPR 甚至可以在意外发生的时候 有及时救你一命 还不快点分享给你身边的人看 为人为己 要学会CPR